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综艺混子丁太生终于翻车因为自己的不当言论,丁太生也是通过微博发表了道歉声明,称自己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所在,请广大网友谅解,以后也会谨言慎行。 其实,丁太生此前的言论真是让人感到非常的气愤,估计丁太生本人也是被铺天盖地的网络评论所吓到了,所以迫不得已才发了声明,但是至于丁太生是真的认识到了错误,还是被迫盗窃,估计所有人都心里有数的起始。 丁太生自从因为,点评歌手们成名之后,他也得罪了好多人啊,毕竟他批判的歌手的实力,我们是看在眼里的,而他的实力,好像跟他批评的那些选手,云迷之别吧,反正世界上,不自量力的人多了去了。 丁太生自己说,别人就是客观分析,别人说他,就是人身攻击,大张伟说的没错,这就是双标啊,钱中书先生曾说,色盲绝不学绘画,文盲绝不学绘画。 丁太生却有时候谈文学,而且还谈得特别起劲儿。 其实丁太生口无遮拦,也不是一天两天了,但是如果是在音乐方面上,多少还算是有点权威性,只不过什么领域都敢点评,丁太生是不是太自负了? 哪有人什么领域都懂呢?而且即便是在音乐上,丁太生也哪有什么音乐理念,他分明是靠着与大众唱反调的方法制造矛盾冲突。 目的是让观众记住,他多些曝光率,好让更多的综艺节目的导演关注邀请他,估计大家也都清楚,这都是节目组,故意为之,就是要挑起话题,要不没点对立面,一味的都是说好话挑赞美的话,评判就太平淡了。 观众都喜欢,看刺激的不是吗?而丁太生,就是要配合节目组的特定人选罢了,他总是试图从音乐的专业上。 用一些非常难听的词语,去刺激歌手据悉丁太生,是农校毕业的中专生,因为年少无知时,喜欢歌曲,所以才成了所谓的音乐人。 但丁太生这么口无遮拦,估计是在音乐节目里,受到了太多的关注,所以挑了只不过,这就是,节目噱头而已啊。 没有这些会有,怎么多的人,关注这个节目吗?用脚趾套,想想这么一个人怎么可能,有勇气这么树敌,而且不是节目组安排,他早就活不过第一集,这是一个,很重要的角色,极有可能取代男一号啊,以前大家喜欢一片和平的节目,后来所有的节目,都那么和谐,娱乐节目有。 这么多根本无法出位,所以节目组请这种人过来,制造一些话题,吸引大家的,眼球。 It and 39 As just to show丁太生这个人的发言,其实很容易总结,他说一堆花丽胡哨的东西,其实就是想表达两件事情,我喜欢的就是对,我不喜欢的,就是错,就是一个小人,而已。 当然丁太生,今天是道歉了,但估计,用不了几天,估计他又会和往常一样了,所以说,对于丁太生的道歉,大家看看就好了,根本用不着,去多搭理他这样的人,你越搭理他,他就越得色,如果没人搭理,估计丁太生,自己就良了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